我很多很多十几年没试过一个电影的首映是有今天那么兴奋 在这两年里面经历一个很奇妙的舞程 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女排精神把我们推到今天去 这是一个关于奋斗的电影 一个精神的电影 一支队伍 它是一种鼓励了我们几十年的一种精神 今天变成了一个好看的电影 你在看的时候你依然会激动 它依然会热泪盈眶 在我心中 真的是热血费 冥冥之中让我流的问题 流的解缘 我又想起了我们中国女排所走过的这个艰难的历层 特别是1981年世界杯的一些场景又历史在目的 之前跟王贵俩去录音当时我们看的是负物馆 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 看中国女排得换的之类就是十几岁 好像唤醒了我们很多年的这种热力 你们能够背负了历史 希望咱们能够夺坏 这个影片特别好哭 我觉得慢慢的很哭 就差不多烈篇 提前有准备啊 我带着主持人来的 我想这样的人 但是还是没有人去的 这个影片非常重要 带给所有中国人美好的记忆 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温暖 而有力量的全民回忆 感谢各位队 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女排女排精神 谢谢 热血 这谈的这种气味也要战斗到底 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中国电影的力量 它同时也是中国电影 告诉大家 我们能拍任何题材 我们能拍任何的人物 谢谢大家 发球得分 定义高远 非常多人 我是从小学打到现在 一直打了8月5年台球了 电影跟美的心情我其实都能理解 然后第一次是 在那个白亮姐姐那个 哭球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哭是在 然后朗朗说你不要成为别人 不要成为你自己的 然后第三次哭 其实我就是在想 明天又要睡觉了 所以就特别 在想 听到点 中国女排没有 没有这个 中国女排 上 上